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在身手不見五指的沙灘上 有多名的海巡人員 開著燈趕緊射水前往報案地點 而一旁也有橡皮艇随時待命 因為相關單位貨報有民眾 困在礁石上 現在來看當時的現場狀況 事發在8號校 5點多有名男子 在小琉球威尼斯沙灘游泳 殊不知事後因為體力透支 被困在距離岸邊 大約200公尺的椒鹽 而警銷貨報道場 花了將近一個小時左右 將他救回岸邊 警銷官員初步檢視 這名男子一時清醒 只有頭部擦錯傷 包紮後沒有大礙